年轻不养生,老了养医生,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胡先生患高血压好几年了,他一直靠吃药维持血压,在还算正常范围,可最近,他总觉得心跳加速,还总是头晕,浑身无力,听说患高血压时间久了,会引起诸多并发症。 他心里发慌,怕自己血压没控制好,累积到其他器官,于是再次到医院就诊时,胡先生焦急地向医生描述了自己的症状,自己的高血压控制得还算好,但为啥总会头晕乏力呢? 医生听完胡先生的病情描述,详细询问了他的用药情况,之后又做了一系列检查,血压92126毫米尔每升,心率为110次一分钟,最后得出结论,胡先生的高血压控制得还算可以,但长期服用降压药,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 医生向胡先生耐心解释了原因,告诉他并非高血压恶化,而是用药产生的副作用,影响到了身体。 如果这些状况越来越频繁,可能就要更换降压药,改变降压方案了。 胡先生才觉得心里踏实了,原来患有高血压后,并非只服用降压药就高枕无忧了。 降压药的副作用,同样在控制高血压的范围内,以后要更加注意了。 高血压是危害身体健康,缩短寿命的疾病,一旦患病则需长期服用控制血压,但长期服药又会对身体的各个器官造成影响。 今天这个视频就来讲以下长期服用降压药会给身体造成哪些伤害。 随着医学发展,降压药的种类也在逐渐壮大,降压药如同一把双刃剑,作用范围能覆盖全身,在降压的同时还会对人体的不同器官造成伤害。 部分降压药是通过肝脏代谢的,比如销本地平、氨氯地平、尹达帕胺、剃米沙潭等分布、吸收、代谢排泄等过程,必须要经过肝脏才能排出体外。 长期服用降压药会加重肝脏等代谢负担,导致肝功能出现异常。 而本身肝脏就存在某些问题的患者,长期服用降压药更是雪上加霜。 严重者会增加肝脏病变的可能,增加患肝硬化、肝癌等重大疾病的风险。 比如剃米沙潭,是通过胆道排泄的药物,长期服用会降低肝功能,因此对于存在胆质淤堵、胆道阻塞或严重肝功能障碍的高血压患者, 不会第一时间考虑服用剃米沙潭,在服药期间,研究这些对肝,有影响的不良习惯。 高血压患者最好别碰,长时间服药的患者,有必要养成定期检查肝功能,尽量在前期将药物。 对肝脏的损伤降到最低,肾脏也是药物代谢的主要场所。 比如常用的两大降压药,普利和沙坦,其药力作用是通过抑制血管紧张素,转化酶的活性,从而扩张血管,降低体内血压。 肾功能正常的患者用药,药物会扩张肾脏血管,降低肾小球的压力,有一定保护肝脏的作用。 而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,服用以上两种降压药,在很短的时间内,就会加速肾功能的伤害,引起肌肝水平升高,甚至会出现急性肾衰。 另外,降压药中的利尿药,肤塞米等,可以消除血压过高造成的水肿状态,但这也同样影响肾脏的滤过功能,高血压合并肾功能不全的患者。 服用降压药时,剂量不宜过大,血肌肝和血甲的水平值要密切关注,在降压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肾脏。 如果肾脏功能进一步恶化,则需要立即咨询医生,进行相关的用药方案调整。 血压偏高会影响心血管功能,轻者出现心率失常,重者则出现心肌梗死等情况。 不要以为服用降压药,就一定不会出现心功能失常。 肥的受体阻断剂,美脱落而等,是通过减慢心率,发挥药效,降低血压的,长时间服用这类药物,有可能引起心脏跳动频率异常。 同时其他类型降压药,如果长期服用会扩张血管,血管收缩也迟缓无力,可能造成心脏攻血不足,而引起心率失常,出现心脚痛,甚至增加心肌梗死的风险。 不要以为服用降压药就万无一失,使用不当或是情况特殊,同样会引起心脏问题,在静息状态下。 如果患者服用降压药,导致心率不足55次每分钟,则要停用此类降压药,更改用药方案,钙离子结抗剂等降压药,则会加速心脏的跳动,特别是销本地平,对于本身就存在心率失常的患者。 服用钙离子结抗剂,要全衡力闭后使用,如果导致心率超过每分钟70次,就要考虑更换降压药的品种了。 另外,利尿剂等降压药还会引起尿酸,电解质的代谢紊乱,使高血压患者出现水肿,急性痛风,对心脏、肾脏、肌肉等器官和功能产生负面影响。 用药期间要密切检测尿酸、电解质等物质的水平,是否在正常范围,药物对身体的作用要理智来看,即存在治疗作用,又存在各种副作用,我们无法避免药物,对身体产生的负面影响。 最理想的用药方案是,在保证最大药效下,尽量减轻药物对身体的伤害,出现各种风险是不可避免的。 医生只能通过联合用药,降低药物剂量,不断调整用药方案。 在降压的同时,保护身体各脏器,因此在服用降压药时,要密切关注自身状况,特别是出现以下情况,要及时停药。 二、长期服用降压药,一旦出现这三种情况,要及时停药。 降压药在服用过程中产生的副作用,可能会出现各种形式的不适症状。 当出现以下三种变化,要立即停药,或立即咨询医生,一头晕乏力,长期服用降压药。 有部分患者会出现血运乏力,心率加速等不是症状,别不当回事,可能是药物,导致血压水平降得太快,出现的低血压症状,出现这种情况。 可能是药物使用不当,或用量过大,引起药物性低血压,经常出现这种情况,要立即停药,在服用降压药过程中,要养成定期检测血压的习惯。 一旦出现血压下降,要及时调整用药方案,保证血压平稳,不至于升降幅度过大。 二,持续性咳嗽,普利类降压药,在发挥药力作用的同时,还会增加缓积态,刺激气管,引起咳嗽。 这种刺激性干咳,是机体对心血管的保护,但不同人群对普利类药物的敏感程度不同,有些作用减轻, 出现刺激性干咳,会随着用药而减轻,有些女性则比较敏感,患者产生不耐受性,无法忍受,则需要停止用药。 三点,局部浮肿,有些降压药会使患者出现手、腿脚部、脸部等局部水肿,出现这种状况,大都是钙离子结抗剂的副作用。 药物发挥药效的同时,还会改变血管的过滤性,导致水分外肾,出现组织水肿,药物性水肿,一般常见于下肢。 一般情况下,出现药物性水肿时,患者不宜长时间站立,通过太高腿部肌肉,使更多的血液回流能有效减轻。 情况严重,则需要减少药量,或停止用此类药物。 对于服用降压药,已经出现水肿的情况,患者要及时就医,进行积极治疗。 除了上述三种情况,高血压患者服用的降压药,需要停用外,有些患者,在服用钙离子通道组织剂时,会产生头疼,一般情况可以缓解。 但如果疼痛持续且加重,则不能只考虑高血压的症状,还要考虑药物的副作用。 下面继续分享,吃完降压药,尽量不要碰五种东西。 医生提醒,其中包括一种水果,老里患有高血压多年时间,平常一直规律服药,烟酒也是很早就戒掉了,所以血压一直控制得还不错。 前段时间,他和一群老同学聚餐时,人家都在把酒言欢,只有他捧着一杯西柚汁喝,当时还被朋友们笑话了。 没想到,老里喝的这个西柚汁,却险些让他丢了性命。 他在吃饭的过程中,突然突然出现了呼吸困难,面色苍白的症状,随后竟一头栽在了桌上,送往医院检查发现,是低血压导致的休克。 经过治疗才苏醒过来,了解到老里吃完酱压药后,又在晚餐喝了西柚汁,医生找到了元凶,一杯小小的西柚汁,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威力。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一,降压药与西柚同服,等于毒药。 秋冬吃釉,赛过吃肉的说法,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,西柚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,但对于正在吃药的人来说,却不太友好。 临床上经常有患者,因为吃西柚而发病就诊的情况,甚至有些药品的说明书上,明确指出服药期间,应避免食用西柚或喝西柚汁。 这是为什么呢? 西柚内有肤南香豆素成分,该物质可显著抑制肠道内。 CYP3-4代谢酶合辟糖蛋白的活性,减少药物在肠道的代谢和外排,让药物以平常数倍,乃至几十倍的量进入到血液内,导致药物在体内大量蓄积,药效过强,容易引起不良反应。 甚至是药物中毒发生,华中科技大学,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,主管药师徐家强介绍,飞落地平,销本地平,维拉帕米等降压药与西柚同伏,容易引起低血压,轻则出现头晕,心慌,乏力症状,重则会引起心脚痛,心梗,脑促重发生。 除了降压药之外,还有很多药物即西柚,加拿大医学会会刊,曾发表过一项论文研究指出,超过85种药物与西柚同伏,会可产生不良反应,尤其是服用以下几类药物时,一定要避开西柚。 一,西柚与部分降致药,如心伐他听,阿托伐他听等降致药,均是通过CYP-34进行代谢,与西柚同时,会阻断CYP-34的活性,导致药物浓度加强,增加肝脏,肌肉损伤的风险,严重地还会诱发急性肾衰竭。 二,西柚与部分抗心律失常药,如盐酸暗点铜片,硫酸奎尼丁片等,与西柚同时会增加药物毒性,容易引起尖端扭转形势素发生,这是严重的心律失常,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危及生命。 三,西柚与部分镇静催眠药,如地西盘,米达作伦等药物,与西柚同时会增加药物吸收,加强镇静催眠的作用,容易引起眩韵,嗜水发生。 四,西柚与部分抗阻暗要,如特非耐定,非索非耐定片等,这些药物需要通过转运移动到体细胞内,西柚脂会阻断转运蛋白作用,减少体内脏, 内药物的浓度,导致药效下降。 五,西柚与部分免疫抑制剂,如环包素软胶囊,塔克莫斯等药物,服用期间食用西柚,会导致代谢酶受到抑制,让血药浓度上升,容易诱发高血压,糖尿病,高甲血症以及粒细胞减少等症发生。 西柚对于CYP34酶的活性抑制,不可逆,身体需要重新生成干药酶,建议在服药前三天,就避免或谨慎食用。 务时后身体出现不是症状,要及时就医。 二,降压药不能用牛奶送服,真的吗? 牛奶是生活中常见的饮品,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,一些经常吃药的人,会顺着牛奶就把药吃了,这个做法可取吗? 答案是不可取,高血压患者服用笔索洛尔,美托洛尔等降压药的同时喝牛奶,会让牛奶内的烙氨分解受到抑制。 而烙氨在体内积聚,轻则导致降压效果下降,重则会导致血压上升,甚至会发生高血压微下。 同时,牛奶会让胃排空的速度下降,容易让药物,在体内的药物代谢动力学,发生相应改变。 牛奶除了不能用来,送服降压药之外,以下几种常见的药物,也不宜和牛奶一起服用。 一,强心肝类药物,如阳地黄,地高心等药物,与牛奶同服很容易会发生意外。 二,因牛奶内的钙离子,会增强强心肝类药物的作用和毒性,导致心肌收缩力加强,容易诱发心率失常,加重的高心中毒。 二,治疗胃肠疾病的药物,如胃壁质,碳酸氢钠,举元酸壁钾等药物,与牛奶同服,容易引起如减综合征发生,主要表现为高钙血症,减中毒, 以及肾功能不全等。 三,大部分的抗菌药物,如左仰伏沙星,环柄沙星,诺伏沙星等奎诺同类药物。 四,环素,甲消作等药物,会与牛奶内的金属离子,形成不容性熬合物,影响药物的正常吸收,降低抗菌作用。 四,含钙,新,铁的药物,牛奶内的蛋白质会合钙。 新,铁形成凝块,影响身体对于药物的吸收,还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。 三,长期服用降压药,这三种食物也要尽量少吃。 高血压患者日常,除了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药品外,在服药期间的饮食也同样重要。 这几种食物最好别吃。 一,高盐食物。 服药期间摄入高盐的食物,会让药效大打折扣,对血压的控制极为不利。 一,吃降压药时,除了不要吃太咸之外,像蓬化食品、腌制食品、火腿肠、沙拉酱等食物也是属于隐形炎大户,尽量少吃。 二,香蕉,再服用血管紧张素受体结抗剂。 血管紧张素转换煤抑制剂、保甲利尿剂等降压药时,本身就具有升高血甲的作用。 服药的同时还大量食用香蕉,很容易导致血甲异常上升,可能会诱发心率失常,心脏骤停发生。 所以在沙坦类、普利类以及腮琴类等降压药时,要避免吃太多香蕉。 三,酒精。 酒精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,饮酒后服用降压药,会导致血压扩张更为剧烈,容易让血压骤降。 诱发体胃性低血压,昏厥发生。 对于正在服药的患者而言,在服药期间一定要多加注意饮食,避免因为摄入了一些,不合适的食物而影响药效,甚至给身体带来副作用。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。 愿各位听众朋友,拥有幸福晚年,明天同一时间,我们再见。